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这餐厅在1月份开张 为何坚持在疫情之下开张 很明显之前已经签了约 签了约都没办法 任何时势很严重 都一定要继续转下去 所以都迫着要开 最近的生意是否很安静 很夸张,直接安静到… 因为新开新商场 安静到商场隔壁铺也没有开 变成这个商场越来越少人走 所以在疫情之下 去做一些生意 其实挺痛苦的 有没有说过生意额 大概跌了多少呢 有没有实际的 我想这间生意 由于新开来计算 只计算这间,对吧 由于新开来计算 相比估计市值 应该是剩下1、2成的生意 对… 真的跌了7、8成 但我知道你另外还有五间的房屋 那会说哪间的跌幅更加严重呢 其实疫情 每一间都一样跌得那么厉害 我想每一间最少最少都跌了5、6成 没有了一半生意 因为老实说,很多东西都困住 室内的东西 室内的东西始终很多人都会害怕 所以我们做头发 可以今个月不做 下个月做 可以留长一点 戴下帽子 可以省一、两个月 退一、两个月才再做再做 Avis表示 在这段时间很难增加客源 想剪发的人也只会买少见少 所以他就改变策略 希望可以吸引到顾客之余 又可以做到善事 当然我们要做出自己的防御措施 因为始终我都经历过SARS SARS的时候我已经开了店了 知道要如何卫生、如何清洁 每个型格都要规定 做完一个工作 都一定要用消毒的药水 或剪头发、用具 全部都要消毒 让客人更安心 工作时,他们更加要戴口罩 我们建议客人也要戴口罩 我们尽量避免的时间也避免 当然你说会否坐四天 现在没有,会否坐四天 坐多两、三个小时也想走 其实在这个情况下 Avis会否有什么策略或方法 尽量吸引多些客人来光顺 其实没有,尽量给我们的旧客人 尽量给多些优惠 我们的旧客人和新的客人 还有跟多些媒体合作 因为我们现在新开的店 也有一个叫… 防止… 领养的动物 领养动物的 领养动物的我们也会跟他们合作 就是每个人有领养、爱心的 我们也会两次养动物 对,也会跟多些人合作 会更好 就是推出多些优惠 对,但也是养动物的 因为反正没有工作 做多些善事 多些让大家开心的东西 多些让大家宣传一下也好 谢谢Avis的分享 也希望你身体健康 希望疫情过后 店铺也会下次运来 谢谢,谢谢你